選A嗎 因為你們沒有經歷過 有一次我在ZARA 買衣服的時候 我就看到一個女孩子 她也看著我 然後對我頂個頭笑一下 我覺得她很眼熟 我想說 一定是我國中同學 因為我們都住在那一區 我說嘿 然後她也跟我嘿 笑得很開心 我說你記得我吧 我還問她說你記得我嗎 這樣子 我說她都不記得 我會講我國中的綽號 大老鷹啊 確定叫大老鷹 你不記得大老鷹 你國中叫大老鷹 叫大老鷹 有一段故事啦 你身上也有老鷹毛嗎 你有老鷹毛嗎 有老鷹羽毛嗎身上 有老鷹羽毛 我就跟她說我大老鷹 你不記得我這樣 她說沒有啊 我有看你的戲 你是喜蕾哈露的名節 不是吧 然後你答案 她是我的粉絲 然後我還跟她說我大老鷹 我後來多花15分鐘 拜託她不要把這件事情 講出來 然後你講 不是 她搞不好會以為 這是一個暗示 對 你還說大老鷹這種話 認錯人不嚴重 認錯車才糗 怎麼說 就是那個 然後因為有的車都一樣 都很像 移上來 我以為是我老婆在門口等我 因為老婆確實說要來接我 我就副駕打開上去 還能把安全帶走啊 我也被載 我也常常 我到現在還是會認錯車耶 有一次上錯車 被一個人看到 然後他這邊巴我一下 然後他笑到不行 然後你就看到我 就一直笑 我被包偉銘看到 認錯了看到 就是包偉銘在這台車的後面 然後我就上錯車 然後我一上 一打開門就 對不起 然後這整個過程 就被包偉銘看到了 因為那個行為很窩囊 你知道嗎 那熟人看到很腦霧耶 真的很腦霧 那你們認為哪一種情況 更容易讓人腦袋起霧 好不好 A 睡不夠 B 餓肚子 請舉牌 男生 A 非常一致 女生 A B A 只有我 因為我前陣子吃飯時間到了 我已經有預期心理 我叫了餐點 結果我外送還在路上的時候 我經紀人突然打一通電話 然後他說有一場直播 是那個主持人確診 然後想要找我去救火 因為地點就在我家附近 然後我就想說 好 那那時候我肚子其實很餓 我血糖是低的 所以我臨時接那樣直播 我到了現場 大概五分鐘就開始了 我根本也沒有來得及 看清楚那個產品是什麼 然後他其實是在講那個 私密處保養的 但他其實是口服的 可是我沒看清楚 因為我那時候直覺 我就覺得那個 你當塞技 之類的 外服那 然後我在那邊講前面 因為我前面都是覺得 我從健康的角度去講 我就說女生其實那方面 是很需要要保養或什麼 我就說這個你就是早晚 各擦兩次 結果我就看到前面那個製作人寫 他就一直在比動作 你知道嗎 他就這樣 然後我就說 對...你們不要以為保養那裡 就要擦那裡 其實是要擦嘴巴 哪裡來的想法 什麼好重想法 然後網友回覆 就什麼 真的嗎 要擦嘴巴或什麼 那個製作人就直接這樣 然後我就說 是有時候可能 稍微你口香黏膜 裡面也要注意一下保養 沒有 我跟你講 這個...這個就是 其實所有的直播都要有手板 對啦 那個真的太糗 後來我就覺得完了 我已經錯到 我開車已經開得太遠 錯到我凹不回來 然後我就說 我跟你講你們真的很幸運 因為我是第一次在講這種東西 我真的很害羞 你叫一個小女生講這個太... 我需要讓自己冷靜一下 然後我就從包包裡面 拿出一個巧克力吃 然後我說 不行 這實在太害羞 我要讓我血糖回升一下 我說好 那我現在冷靜來看一下 不是 他其實是口服的 就自己再把它... 轉好硬 回來 硬轉 你知道我還要裝害羞 所以妳就是歸教於因為肚子... 因為那時候我只覺得 我肚子又不讓我吃東西 我要來工作 就妳沒有辦法專注啦 其實腦霧就是妳會有一陣子 妳沒有辦法focus一個... 一個概念 對 或者一個狀況 對不對 會分心 妳會想要吃東西 可是大部分都是 我覺得睡不著 非常影響一個人的狀態 因為大學的時候 大家不免夜衝夜唱 所以隔天早上的課就會 精神不好 沒有辦法專注 但我覺得最離譜的 還要講到那位 I can teach you better 那位 徐曉薇老師他... 對 徐曉薇 之前在我大概小學的時候 他作為補習班老師 他應該的作息都是可能 12點 1點 中午起床 然後交到比較晚 然後又晚睡 晚睡晚起來 但是他很堅持 一定要幫我帶每天的這個午餐 這個有一個 demonstration 這樣很好 所以有一天早上呢 他就爬起來 沒睡幾個小時爬起來 爬起來以後呢 那時候我很小 小學生要帶便當 他就說 大誠 拿準備的你要吃喔 這樣 就拿給我嘛 你一定要用模仿 對 你一定要 這是一定要的 讓大家勝利其盡 然後呢 後來到中午 打開便當盒是空的 打開裡面是空的 誰吃了 因為其實我們家便當盒有兩個 一天洗一個換一個 裝一個這樣子 換一個 就他給我的是空的那個 所以那天中午 我就到處趁飯啊 就吃同學一口一口這樣 度過一天以後回到家 我就說 媽 這是我今天便當 你看喔 有吃完喔這樣 對 他一打開來看到 不僅是空的 而且還沒有任何隱私的油光 他說大誠好乖 你還自己洗 還亮肝帶回來 我說 太囂張了 怎麼會這樣要死啊 然後他說 大誠媽 對不起你 我又會了 所以家裡還有一個 這個便當 家裡有一個有飯的便當 家裡有一個新的 學晚餐 晚餐就吃中午的便當 我前一陣子就是 真的也是睡不夠 然後 因為家裡有點事情 我就一直奔波 基隆台北 基隆台北 然後隔天就做一個直播的 然後在上去之前 經紀人就在那邊提醒說 等一下我們直播 就是要介紹我們這次的戲 然後要宣傳 然後經紀人大家說 記得要講什麼 然後像他講到我 蛤 然後郭雪芙就轉過來 看我說 你怎麼了 然後他還看著郭雪芙 叫他葉新美 不可能 這件事我沒做過 我那天 那應該不是腦霧 那可能是腦殘 你上台就全忘了 我突然那個時候 腦袋下線 因為我前一天只睡了 兩個小時 對啊 我覺得別的不講 如果是我們這一行來講 睡眠就真的很重要 睡眠最重要 因為我們的工作 都是一下子 有時候還天地班 對 本來做起就不正常 那我本身基礎代謝率 就已經沒有了 那有時候下班 也不知道幾點 就突然暴影暴死 所以我覺得 以我們這一行來講 睡眠是基礎非常非常重要 我跟你說 拍戲的時候 最容易遇到一個狀況 就是日夜顛倒 比如說像我們翻班 到凌晨已經三四點了 你都還沒有辦法睡覺 所以大家在現場 可以靠的就是什麼 支撐我們個人的 這個很空虛的心靈 就是一直暴影暴食 一直吃 然後你這樣子 睡不好的情況下 你就會越來越餓 然後又一直吃 然後支撐著你的精神 所以整個人 就完全走樣 大概兩週吧 你的戲服就已經穿不下來 完全不聯繫 然後我之前是遇到一個 那個舞台劇的前輩 他就看我這樣子 想說因為我最近 進主拍戲 然後又再排舞台劇 他就說 你這樣子 我們在舞台上面 都是不能NG的嘛 你就是要很專注在上面 所以我前一天 又壓力很大 可是我們排戲時間 又很長 工作的時候也有點 會吃不太下 然後晚上10點 11點之後 開始大吃 吃完之後 就沒辦法睡覺 然後也睡不好 睡眠又差 對 也大概就睡個 三五個小時又起床 然後又進去戲院了 那個前輩就說 你這樣真的不行 他說其實你知道人 只要不睡覺的話 你整個人身體就會失衡 你自己沒有辦法代謝 有正常的代謝 那很嚴重耶 對 他說 你給我過來 我拿一個東西給你吃 給大家來一個秘密武器 這個就是我的秘密武器 秘密愛在哪裡 那個 乘風波浪的小姐姐 陳琳小姐姐 都有在使用的 夜效素EX加強版 楊成琳 對 那個介紹這個給我吃的 舞台劇前輩 他 我跟你說 他也就是亂吃東西 可是他身材保持得超好 我現在就也吃 我跟你說 真的是 吃了之後 因為睡眠好 你皮膚狀況也好 而且你看一下我 我覺得我有點 越睡越美麗 現在真的都薄了耶 就睡得比較好以後 一些 現在好像就是 做起也好 歡迎大家一起來 越睡越美麗 那很厲害的是有一個 立體術的一個專利認證 它就是在讓你晚上睡覺的時候 你可以身體維持正常的代謝 然後早上起床的時候 頭腦思路清晰這種感覺 就是思路清晰很靈活 因為就有一些人會 就叫錯前女友的名詞這種 對不對 吃了以後就不會 吃了以後就不會有這種事情 因為裡面有 這兩個東西 都是可以讓你在睡前你吃 你就會覺得很放鬆 會讓你很好入睡 只要有GABA 都是佛睡眠 對 你就不會在睡覺的時候 胡思亂想做一堆夢 夢到前女友好不好 那是遇到鬼 不是遇到前女友 就好好的睡覺 就不會有這種問題 那你邊講我們可以邊吃吧 你可以邊吃 它並不是安眠藥 是 但是它可以 你還是要睡 然後幫助你進入比較深層的睡眠 有時候你躺八個小時 不見得你有睡八個小時 對 然後一次吃幾顆 兩顆 一次兩顆 所以我們現在吃兩顆 而且你吃了之後 其實你在睡覺的同時 它因為有那個200%超濃的氨基酸 就是可以讓你加速 等於是兩倍TURBO再幫你代謝 對 你的身體新陳代謝就會很好 睡眠是我們人體修復 就是休息跟復原 最大的一個工程 所以你真的睡得好 真的是差很多 尤其是小孩 有睡覺的就長得比較 長得很快 長高 大家在外面最常就是吃便當 然後又是那種像 有點吸血鬼的日常生活 越玩吃越多 我們攝取的 就算是再多 可能通常都是垃圾食物 你也不可能吃到這麼多的蔬果 那這個葉酵素 它剛好有220種蔬果的成分在裡面 所以你吃完之後也會很順暢 因為它有酵素嘛 對 而且是舒服的那種 對 而且是舒服的那種 所以它排便也是排毒嘛 然後又讓它的代謝變好氣色 皮膚也會很好 就比較變 然後你身材就小腹的部分 可能就不會很常有舒服便的感覺 其實我跟你講 它不是要來著 它是酵素 所以它是幫助你睡得深一點 對不對 睡得熟一點 OK 好 好不好 所以到底是睡不好 還是餓肚子 餓呢 會造成腦霧 對 來看看我們的 民意調查 哪種狀況更容易讓人腦袋起污 是A 睡不夠 還是B 餓肚子 我就問你正常媽節目 特地與50位網路KOL 進行意見大調查 我們來聽聽KOL是怎麼說的 我的答案是A 因為肚子餓我覺得 就當減肥好了 可是睡不夠的話真的很要命耶 我曾經試過只睡了 好像兩三個小時就趕去拍攝了 結果一拍就拍了13個小時 回到家我根本就已經累垮了 洗完澡之後 我竟然看在眼前的護髮素 我拿上來擠在手心上 可是我竟然把它給塗在臉上耶 而且我是按摩之後才發現說 味道怎麼不一樣了 真的是後知後覺腦霧的情況 這一題答案我會選A 原因是因為你只要睡不夠 那你精神相對就不會好 你如果睡不飽 你就不開來去做肚子餓的事情 你通常就會開始燉燉的 那如果是吃不飽 對我來說 我應該只會心情不好耶 根據50大網路KOL調查結果 只有27%的KOL投給B 餓肚子 而有高達73%的KOL 投票給A 睡不夠 你覺得你正常嗎 好 吃不飽了又要被噴 來 葉心梅 吃不飽還好 對 明杰竟然沒有辦法連裝 印度有一個老人 74天沒吃東西 到後來演變出一種很厲害的能力 他竟然把手塗成綠色的去外面 行光合作用 身體健康的不得了 對 他就一直沒 再也沒有吃過東西 再也沒吃過東西 但是他是喝水吧 他就只喝水 還會有些微的排尿喔 那你要這樣幹嗎 那你要這樣幹嗎 我們幫你助念 我舉這個例子 但是他睡得很好 來 大部分時間都在睡覺 睡眠 是 對 所以其實人如果睡得好的話 真的可以活到100歲 所以希望各位能夠把這個 睡眠這件事情慎重的看待 結論就是大家睡飽一點 盡量遠離老屋就對了 OK 謝謝 謝謝 如果有人喜歡我們的討論 那就快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並按下小鈴鐺 收看我們的最新影片 那還想看其他更多影片嗎 那就可以點選旁邊的影片喔 8月1日起 週一至週五晚間9點 請鎖定 我就問你正常嗎 交通 發生所�� 功能 只是